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明天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事项 我们就用几个时间点来告诉大家要注意的事情了 第一个 明天一早八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 防晒的工作不能少 最主要就是因为八点开始阳光强 紫外线指数十五分钟皮肤就会晒伤 所以你在八点以后开始就要注意到防晒了 接着到了中午的时候天气热乎乎的 记得水分的补充不能少 中午在十一点的时候高温就已经到三十四度 甚至到了十二点到两点这段时间 是一天当中最热最晒的时候 建议您这段时间减少户外活动 暑假在外面活动的小朋友们或同学们 记得要补充水分 下午的两点钟要注意的事情不同了 会有午后雷震雨了 哪里会下 山区的部分会有午后雷震雨 所以下午在山区活动的朋友 看着山头顶上乌云密布 溪水容易会暴涨 所以你在山区的西边溪水的朋友 要注意哦 这几天西边都一直有出事情 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呢 再来到了晚上的八点 还是不凉 30度闷热的感觉 在晚上八点钟仍然是很明显 高温的天气要特别小心不要中暑了 另外呢 我们的天气形态说 到了礼拜五开始有点改变 因为西南风开始要吹进来了 南部地区开始要转雨了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南高平跟台东到了礼拜五六日 那就相对的 因为云层量多 高温的部分会略微下降 但北部没有 北部到了这个周休假期更炎热 我们就来看什么呢 先来看看这一张整个 东亚地区的云图了 从这张云图上面 我们来解析几个东西 第一个低压 低压现在这个时候的云层 已经进入到达了旅宋岛了 最主要就是我们台湾的上空 这个区块仍然是一个高压场的范围 所以这个低压进到旅宋岛了 再来我们看云层 看哪里 看中南半岛 大家还记得这个 昨天的时候气象我有提到说 在印度亚那里 有一个热带扰动的系统发展 但是水汽已经开始逐渐送了过来 已经通过了中南半岛了 而这个西南季风的水汽 到了礼拜四 礼拜五以后 会更强的水汽会逐渐地带过来 进入到我们的南海的位置 那这个低压可以注意 我们现在再来用什么 用个彩色云图来给大家看一下 先来注意到 这低压系统 现在已经到达了旅宋岛的附近了 它将会逐渐地通过 但大家记得吧 低压旋转是逆时针旋转 但是整个风场来说 西南季风的水汽的风场 是从西南方吹了上来 所以当这个低压系统 它的整个风场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 它的风场跟这个西南季风的风场 其实两个是互相冲突的 这也就告诉大家说 当低压在往北移动 进到了接近南海 到巴士海峡的位置的时候 它的风场是逆时针旋转 但是这个西南风场 是从西南方往东北方吹 两个风场因为冲突 但低压系统太弱 它也不可能比季风场强 所以季风场就会把这个系统整个吃掉 也就是说这个低压就会消失了 现在目前看来 这个系统应该已经要消失掉了 对于我们的天气系统来说 从高压的势力来看 就可以注意到 高压明天会退缩一些些 接着这个低压就开始往北走 进到了北边一点点之后 季风的风场开始带了上来 也就使得整个风场来说 就会完全是相反的风场 而使得这个低压就消失掉了 之后这个低压的整个水汽进来之后 就随着季风的水汽 逐渐地往我们台湾的方向带了过去了 那这也就告诉大家什么呢 从礼拜五下午以后开始 云层量增多 南部地区的南高屏 会因为西南风的关系 西南季风的吹拂之下 使得南部地区会有些局部性的 短暂将雨出现 不减限于中午以后 早晚都有机会 那北部呢 北部在西南风吹了过了林口台地 那台北市的高温 可就上看到37度的高温了 所以在这个周休假期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北部炎热 南部云多 南北的温差部分 可以到达5到6度的温差 反而在南部地区感觉会舒适一点 但局部性的真雨 在这个周休假期 你要出去游玩 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 这高压的势力在明天会开始要退 接着呢 季风的风场开始 西南风要逐渐地带了进来 使得我们的天气形态说 明天开始山区有5号震雨 后天呢 5号震雨的范围再增大一些 到了礼拜五之后 季风水气整个拉进来之后呢 会使得南高坪跟包含台东 就会有局部性的降雨状况出现了 那我们就来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晚上的气温状况算是舒适的 到深夜喔 其实8点钟还不舒适 明天白天 北部仍然在35度以上高温 5号震雨台北有机会 到了中部地区的话是天气晴 云层量的发展在下午以后增多 南部地区的5号震雨 在高坪地区都会出现 因为水气已经多了 东半部地区之后好天气 温度高 外岛地区也是属于一个晴朗的天气 再来我们看未来一个礼拜 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在周三是5号震雨 周四以后开始呢 云层增多 到礼拜五以后看 有没有看南台湾有雨了 这个就是西南季风带进来的水气影响 但是呢 北台湾的温度呢 都是晴朗之下 高温就上看到37度高温 中南部的高温 反而在6日后会下降 外岛地区来说也是天气晴朗 小丁丁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要防晒 还有5号震雨三驱多 行车方面要小心